一定要改 你还在讲妈妈妈妈我爱你 你讲把爸爸气死 所以就要改爸爸爸爸我爱你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将来大家如果有愿意要学的话 我们都可以 大家一起来推广 一起来研究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告诉各位 孩子初来以后 孩子小的时候跟他练 你念一句他念一句 人之书他念性本上 哎你真聪明 然后再去接接接 接农你看多好玩 是不是 跟小孩子接农 我们再看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 目前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我们健康志愿的人有责 所以我这一次我们在国际 在远东 我们做了这一次以后 17人我们大概来的将近400人 那天台风 我是跟他们讲 不是我们在做 是上天在领导 台风天 而且我们前一天 报名差不多满了 我们就在网路上登说 截止报名 今天那天爆满 还好台风天 不然怎么办 不然就挤爆掉了 所以我就发觉到上天真的都有引领我们 我们是很微小 我们跟着他走 然后我希望明年呢 就是两岸交流 要不然就是会师巨蛋 把大陆的一部分找来 我们台湾的整个再多找一些 就再巨蛋怎么样 告诉大家台湾的传统医学 传承的中华文化里面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跟大陆可以 比如说少林寺可以请他们过来 是不是 还有很多我们可以请他们过来 然后我们在大陆 然后再去交流 两岸互相交流 各有优缺点 就互补了 就成为中华文化的 然后呢 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培养一下 那就是诺贝尔医学奖 全部在中华民族 不是大陆就是台湾 你看多好 然后呢 再来呢 我们一定要落实 所以我们现在继续在想 怎么样把脚底按摩先做 你们知道台湾大概有多少人在重视这一份 20万人 卫生署的统计 然后你看每一个养生馆 是不是都有脚底按摩 所以我们从脚底按摩开始 你看我们这个脚底按摩的理事长在这边 那我们又有这么多的好朋友 所以我现在在跟他们在做一个整理 因为不是我们的东西 我们大家如何把它攒进起来 然后给我们的下一代 给我们的政府 给我们的社会 给我们的子女 给我们的亲人 有没有 你看他们做得那么好 无痛的 做得很棒 然后呢 如果真正国际整合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的孩子 不用担心我们子子孙孙 我们中华文化就 整个对社会 整个对世界产生的最大贡献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个是所以我们想说 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个地方是我们神调领量 今天稍微延十分钟 好不好 我们看一看 这个很重要 但是我们再看下去 大家一起念一下 全身放松 全心空 一点灵气 在念功 注意一下 你在念功 在静坐的时候 绝对不能够放空 这一个一放空 很容易怎么样 受一些外在的 尤其你身体不好 磁场不好 气场不好的时候 会有一些外在的 怎么样 进入 第二个 你在听任何人讲话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神奇鬼怪的 你这心里面 自己的这个灵 要守住 虚假的 现在 你想想看 古时候多少的 能人意识 方式 刚刚我们的刘主席讲的 是不是都挂了 然后那个 汉武帝 是不是也差点被 方式误稿 挂掉了 有没有 所以只有怎么样 我们愿意的话 我们请念一个口诀 好不好 不要迷信气功大师 不要迷信气功大师 但要尊敬气功老师 但要尊敬气功老师 学习正确的依理 学习正确的依理 正确的功法手法 正确的功法手法 循序渐进 循序渐进 持之以恒 持之以恒 有做就好 有做就好 不要太多 每天有做就好 然后大家大声一点好不好 我就是气功大师 我就是气功大师 我看到他们把每一个弟子 训练到那么棒 这才是真功乎 如果只有他们会 弟子都不会 就不是真功乎 那是假的 那是有隐藏的 那是自己不了解 我们要传承嘛 所以你必须把你的都传承下去 当然你的禀户有一些差别 但是基础的他一定要会 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 神奇鬼怪的到最后都怎么样 都灭掉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从这个角度去了解 所以这个口诀你不断的念的时候 第一个你不容易走火入魔 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完全放空 放空以后很容易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思想出来 我们再看下去 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是我个人的作用 这是刚刚我有带大家念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气越长命越长 所以呼吸吐它重不重要 你想胖一点 肚子大一点 就护士呼吸 刚刚那个主席有讲 你想肚子小一点 就立式呼吸 有没有 各种方法 然后护士呼吸的时候 你可以用肚子 呼吸 你把它颠倒过来 就是不同的方法 它 呼吸基本上有16种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还有单鼻孔呼吸法 那是瑜伽里面的 你可以在这边试试看 你把一个鼻孔淹起来 用另外一个鼻孔吸气 你会发觉一个鼻孔是热的 一个鼻孔是冷的 很多人可能从来不知道 然后你把那个鼻孔 冷的那个鼻孔的气 慢慢地让它呼吸到热的时候 你的身体左右基本上就平均 你看多好玩 所以很多东西很简易 那我们把它藏起来干什么 我们可以收贿 收多少贿用 一个愿打一个愿安 你觉得你的多珍贵 但是我们怎么样 好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让它怎么样 觉得它值得就够了 本来就是一个钻石 你花多少钱 愿意的就买了 但是我们不骗 我们再看下去 这些都是我的一些想法 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是我写的《超老内革命》 这是我写《气功力家》 这个被年人文学收入去的 因为我说 气功是超越瑜伽的 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是很特别的 什么样的领寥 这是双人导领 我们再看下去 这是双人导领 我们几位到前面来 这个是单人的 他的起灵 他的动作 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手印你们试试看 谁可以跟他打一样的手印 然后这个东西 它都基本上是调整 你们开始 然后他们自由地念 有自己调 有互相调 他们自动会调背 然后他会自然地找到你的什么 身上的不舒服的点 很有趣 他会随时随地找到你身上 这个特殊的点 然后呢 那么他会 望一条 然后他们现在心里面呢 都清楚 进入糊涂状态就错的 那就会被催眠 那他们呢 现在完全知道 我在讲什么 他们也知道 他们在干什么 所以他不会说 他会被 他是什么 这个 这个菩萨呢 是观工呢 这些都没有 这些都是虚的东西 我们有很多人 像我三四十年前 练功的时候 有一天我在静坐 突然间看到 三尊 释迦摩宁博 然后一回生的时候 看到三尊脸 都是我的脸 好高兴 我就是释迦摩宁 后来发觉错了 那都是虚荒的 我是释迦摩宁 是观工 是佛祖的什么 混师 我们学习他的精神 来发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可能是释迦摩宁 我们也不可能是基督 如果我们说 我们超越释迦摩宁 超越基督的话 我告诉各位 他根本不要怎么样 再来教你 他只要怎么样 去教总统就好 他们开始 这个所因为一般的天语 那事实上 他们是有一种互通的人 了解人就听得懂 他们互相在谈 你在哪里出了问题 我用什么方法帮你调 很好玩 就这么样子 然后他们有肌肉的依据 有磁场的依据 磁场很重要 很多人不了解 但是像科学家 他们都认识磁场 这个就像我们的气场 一样 他这个地方 比如说你们有人 到这个气场以后 你会有一些不舒服 全身打仗 或者是你有一些 觉得毛骨悚来 或者你有一些觉得很特别的 这个情况 然后呢 你有些地方 你一去以后 你如目尊功 事实上这个重不重要 它是非常重要 它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就在帮他调 那你们有人愿意到前面 来给他调 你就来 他也不会把你打伤 你不用担心 你看谁 你喜欢谁 你就坐在他前面 站在他前面 我们不要排队 只有一个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